大家好 歡迎回到法庭幫新聞的節目時段 今節有許傘 另外還有我們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 請記得幫忙Like這段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關於屠龍小隊案 他們在2019年串謀爆炸殺警案 這件事相當誇張 無人性冷血之餘 他們背後在庭上作弓時 有些花邊東西 很想跟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是嗎 有甚麼花邊東西呢 他們這群人很喜歡眾籌 是 最喜歡的 有甚麼事 總之眾籌了 稍後再說 很搞笑 因為有不同的被告 不同的被告的大狀 亦會向現在的認罪證人屠龍小隊的前隊長 王振強 陪問一下 挺搞笑的 問到王振強 他承認原來他有賭球的習慣 不過 不是說算得上級到喜歡 代表甚麼呢 即是有賭球 我也不是很好賭 只是玩一下過癮一下 類似的 話說 原來 這個王振強 看得到一些記錄 他原來把眾籌回來的錢 約莫接近30萬 拿去賭球 30萬拿去賭球 神經病 如果這樣叫玩一下 一百幾十就算是玩一下 你30萬玩一下 畢竟都算是眾籌回來 又不是自己錢 是自己 我不知道大家的經驗是怎樣 去到澳門 搶錢來賭球 籌碼的時候 你也會想想 看一張桌子 是500元住大小的還是怎樣 是1000元 不要考慮了 1000元可以吃很多東西 即是我們這些沽寒度 就會拿來這些東西 如果眾籌回來的錢 出來30萬 怎麼辦 甚麼事 簡單的 賭 學心想 你說自己 有賭球 但不是叫做喜歡 都30萬 你喜歡就300萬 是呀 明顯是 這個人瘋了 不過是這樣的 一些不是屬於自己的錢 拿去玩 你不會覺得心痛和肉赤 很正常的 挺搞笑的 我們公平一點 其實他不是30萬的 投注金額 是297,000 不知30萬 有些人說 不是吧 原來現在爆出屠龍小隊 拿眾籌的錢 去這樣賭價 黃振騎 就是的 承認在小隊 拿眾籌的錢 去這樣賭 沒有通知其他隊員 沒有通知 這樣 這麼賤格也可以 厲害 是的 那你的角度 或者可能我們世俗的角度 就覺得他叫做 賤格 甚至乎 叫做 撕吞了眾籌回來的錢 是嗎 是呀 他說不是 賭博 是用來減壓 減壓 這樣 原來他很大壓力 想不到 我們拚命出去 我們在前線扔 去衝 他們口中 狗 要燒狗車 要跟警方怎麼接觸 還是怎樣 我們打得這麼厲害 我拿區區二十九萬七千 也沒有三十萬 你們還屈我拿三十萬 我們這樣 要減壓 不是怎樣 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減壓 沒有了 有什麼方法 我也想不到 所以才要 這樣來賭錢 是不是 他說 用來減壓 老實說 減壓 或者叫輸壓 有很多形式 你說輸壓 你去按摩 紙壓 也是一種輸壓的一種 是不是 都可以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東西 可以去減壓 你偏偏要去賭球 他喜歡 踢球也可以 又可以做運動 出一身汗 又可以減壓 你不一定要賭足球 你去踢球也可以 他說 他說 也有用過捐款 來吃飯 坐車 以及買衣服 哦 這樣嗎 那些捐款 明顯是私自使用的 說到底 你捐什麼款 你收了那些錢 不就自己吞歸了 他就不承認 是叫做私吞的 他說我們都真的要去買些裝備 或者要有我們日常生活 他意思是 你不給錢我 供養我的生活的話 我不吃得好 住得好 穿得好 那我怎樣跟你去衝 怎樣去屠狼 怎樣去抗爭呢 哪有這樣的 你吃好穿好之後 你還抗什麼鬼憎 恨不得 繼續收多這些課金 很好笑 總之他的邏輯也挺離奇 還沒足夠 我們之前有一節也有提到 他們每次示威就要過百支汽油彈 每一次過百支的話 就要十多萬 他就否認是誇大了金額 十多個晚上是正常假 是不是 他覺得是要的 因為我看到有些網友也在我們留言 我有看的 我盡量看大家的留言 可以叫做雜思廣益一下 我就不是那麼想 我認定了是這樣就這樣 不能去討論 我覺得 只要給大家一個留言區 大家一起討論的話 大家互相說你的觀點 和說你的認知 我都去了解一下 有些慶重的話 就約30多元 一支天拿水 松磁水 計算下的數字 你不就貴了三倍 是嗎 是呀 很麻煩 他說不是 他說這樣是OK的 我不知道 OK 你說這麼貴 一支汽油彈 總之他就叫做否認 很好笑 對於他現在爆發了這麼多東西 會質疑一個點 究竟有沒有叫做威逼利友 因為如果能夠推翻的話 那群人的串謀謀殺 就有機會叫做打倒了 因為整群的政工就變成廢了武功 很搞笑 見到辯方再問黃鎮騎 就是屠龍小隊的隊長 錄影會面之前 因為你在錄影的時候 他正在錄影 不會再說話來嚇你 或者動你 是嗎 沒錯 錄影之前 即是攝影機之前 有沒有威嚇你 黃鎮騎初時就說 不完全是 那是什麼呢 他說的 警員拘捕他的時候 有用到一定程度的武力 喂大哥 你反抗當然用武力了 對呀 你不可以說警員 你拘捕 你拘捕你應該是 施施然接受被拘捕的 你反抗當然要用武力制止 說明是拘捕 拘捕就是要捕捉你這傢伙 他說 例如要向警員交出手機密碼 警員有用警棍向他的身體揮動 還有用手掌拍他的臉 進一步盤問下 即是是否有身體接觸 他說要約10下8下 他說是有感到一些痛楚 都認為這些是打他 不過現在來說很難去判斷 所以要交由警察投訴科的專業人員 去再判斷 你這傢伙是金波羅來的 拘捕你的時候 拿一支警棍揮一下也不行 拿手掌拍一下你的臉 記住 拍一下也不行嗎 也不行 是厲害的 嘩 你們真厲害了 你們打到七彩 又扔砖 又用棍 又射箭 又甚麼都出汽油彈 你們亂來都行 當警方要拘捕你的時候 當然他被人無法無天 用一些武力來拘捕你 就在那裡呱呱吵 真是 不知所謂 我都不懂得說 還有 看到也質疑他 這個黃鎮騎 想去 勾完這場大龍鳳 爆炸 殺警之後 就著草去台灣 甚至乎 亦都被人看得到 亦都被人看得到 相關的款項等等 他似乎是拿眾籌的錢 就去台灣花 嘩 這個人都頗瘋 這些人有所謂 不過他是 上過一些甜頭 就是 原來這些錢 不需要任何付出 就可以獲得很多 可能亦都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他吃過翻尋味 覺得錢是不需要賺 只需要透過眾籌就可以了 還有 他一早就有相關的對話 提到 小隊裡面的隊員是預了犧牲的 所以 以一個死事的形式 就和大家目標眾籌是500萬的 我想想 你看到500萬 目標就是 你已經籌了30萬 30萬你就賺到馬會那裡 那些人真是傻 你真是離譜 給多少你就分多少 很搞笑 又不知為什麼 有自稱台灣的賭文接觸他們 就說可以捐一些 面具 類罐 那些給他 很搞笑 他直接跟別人說 他想要軍火和錢 什麼 吃猛他 軍火 他真的吃猛了 看來 他以為 買美軍二手那些 他以為可以隨便拿出來給你 是不是 你以為你要挖難 傻傻地 發神經 神經病 所以 關於他們的謀殺大計之後 原來有一些所謂的家長 有個叫佩兒的家長 說幫他準備那些 軍火 機票 不是機票 因為完成了那些事 以及行李等等 什麼什麼什麼 那麼好 好啊 他想拋下其他隊員自己去台灣 他自己走 自己著草 說就說著草 他一個而已 即使從頭到尾 賭球 又是他自己 拿了三十萬 十二萬七千 去賭球 沒有跟其他隊員說 又拿些錢 自己去喝喝吃吃 又沒有跟其他隊員說 原來 想著 謀殺大計 什麼 放兩個炸彈 這些之後 搞定了整件事 是犧牲其他隊員 自己聯絡了其中一個佩兒家長 就跟他搞定那些什麼機票行李 去拋下隊員自己去台灣 但是他又否認了 嗯 如果現在看到這樣的情況 如果那些人還要認為 這些什麼是屠龍小隊 是義士還是怎樣 義士的背後 都有人格低劣的時候 他們現在變得大失所望 極低劣 這些人八知所謂的震 很多人當時 都相信 想不到 那麼多人竟然 相信這些 這麼瘋癲的說法 可能都是因為政治事件 而導致很多人 連理性都失去了 當這些人知道 可能上當年 大家的利是 有捐過錢 給屠龍小隊 但是當你現在發覺到 原來他們背後 是這麼骯髒 骯髒 你們當時還以為 他們是 為了 要在前線抗爭 而犧牲的大英雄 也好 幫他們畫了海報 文宣 那些什麼 黑暴女神 你們怎樣 原來 一群人都是這樣 夾雞賺食 只是想要撕吞 不知道你們有什麼感想 如果你們還要選擇 不醒的話 我想你們都沒得救了 好了 我們今節 不如說到這裡 好嗎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